我国航空技术领域和西方的差距将进一步的缩小 这就是军迷在网络上发布的我国力舰隐身无人攻击机验证机的地面滑行视频 分析认为力舰无人机频繁进行地面滑行测试 这意味着该机正在进行首飞前的准备工作 普通飞机的测试地面测试一般都包括飞行控制系统 电路系统以及它的动力系统等 而对于力舰这样的无人作战飞机来说 我们还要测试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之间的联系 指挥员和操作员之间的配合等 香港大公报周二报道说 就现有数据来看力舰翼展约14米 外形布局采用和美军X-47B类似的飞翼无尾布局 隐形能力及战场生存能力应该不错 力舰机身采用复合材料制造 弹舱经过特殊设计 整机雷达发射信号非常低 具备隐身性能自动跟踪和侦察功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从网上流出的照片来看 力舰近期到位于机体的背部 外形酷似科幻大片中的未来战斗机 有军事专家表示 若力舰成功是非 则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形无人机 未来还可上舰 为大型战舰保驾护航 中国这个力舰所面临的问题是 中国航母目前是滑药加版 这个力舰无人机上装备的 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 这个推力能复满足滑药起飞的 这个需要目前还不得 力舰无人机要上舰的话 还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报道认为 中国发展力舰这样的隐形无人机 或许就是为了反制美国海军的舰载无人机 鉴于美国已经掌握了无人机之间的空中加油技术 美国海军航母即便在第一岛链以东的西太平洋部署 派出的X-47B无人机也可以飞到中国 换句话来说 未来美国海军能够在中国海军航空兵陆基导弹部队的火力圈外 对华实施军事打击 中国装备远程隐形无人机之后 就多了一种反制美国航空编制的力气 美国海军利用舰载无人机威慑中国的战术 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以在它对中国海岸线发动攻击之前 力舰无人机就可以掀起触击 利用它这种航程员和引证性能好的特点 进行触防使用机载的精确制造武器 对像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这样的大型舰制 进行有效的攻击 遏制其袭击中国海岸线的这种企图